记者陈光为彰化报道,彰化海岸拥有全台最大的拟制朝间带,沿岸有和田、楼姑虾、文革养殖区,并有全台唯一海牛离和田的无形文化资产等生态,为保护海岸不受污染,中华民国野鸟学会提案化设国家师弟,为此内政不营建树成立重要师弟审议小组,今日到彰化汉堡、方苑、王宫、大成 四处师弟进行会刊,不过所到之处都引起民众反弹,担心朝间代变成国家师弟后,生计大受影响,要求不要成立 11年前国家师弟审议小组曾到彰化会刊,不过遭当地民众强烈抗议,这次卷土重来,当地议员陈毅敦、谢宴慧、方苑乡长洪和卢、二林镇长洪国董 方苑乡汉堡村长郑鹏峰、彰化环保联盟总干事师岳英等近百乡民也道畅关切,众人也纷纷表达民意,并签署地方反映陈述书 营建署国家公园组组长张维权代表接手陈述书 地方反映陈述书内容包括,师弟宝预计划应该先入市当地社会经济调查与分析,依据渔业署合发专业渔业权准与前排养殖 汉堡师弟宝预范围近数名,另外审议小组成员组成,由谁指派都应说明清楚 张化县汉堡养殖协会理事长杨福锦表示,张化师弟特色就是走入海岸简文革 若规划成高美师弟般的战道,哪里能下,哪里不能下,将严重影响于民生存与游客侵海的权利 也认为张化师弟不应该只是保护水鸟栖息地,应该尊重当地生态为主 不过提案审议的中华民国野鸟学会理事长蔡士鹏说 张化海岸养殖,观光产业丰富,所以更需维持现状 以免遭不叫人事污染破坏,申请师弟并不是只有保护水鸟 张维权仔细听完各方民意后表示,师弟保育法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明智利用 师弟可以维持船照走,于照抓的现况,跟于民的生存利益互不冲突 其中民众最在乎的是成立保育区部分,目前还在会堪阶段 未来一定会召开公厅会说明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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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